哈喽大家好,我是炸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9瑞士美食周的活动 这个美食周呢就意在将瑞士的美食美酒 风土人情和中瑞友谊传递给大家 那餐厅选在这个东华门对面的DRB举办 也是第二年在这儿 今年请来了是一位米三的大厨 这位厨师呢是个92年的妹子叫Alody 那以前的媒体招待 基本就是媒体文化处 大家吃吃喝喝开心心 今天赶上正好开会 然后瑞士联邦的国务秘书 还有给同他来的大使夫人出席 那他国秘他其实81年来过北京 在北师大上学 那时候他还讲去建国门 买那个全北京唯一的可松的旅士 食物还真的是充满了回忆 话不多说开始正片 那开餐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对是当然洗手啊 喜欢手才能抓面包吃 正好对面坐着那个原来的林总傅 所以就问他觉得这个面包怎么样 他就嗯还不错 还是非常给面子的 然后第一道菜是安康鱼 当然作为这个开餐来说 这个海鲜是常见的一个选择 这个海鲜选的是安康鱼脊背上的一个肉 不知道大家看过我直播这个吊牵安康没有 特别大一个脑袋上 下面有一条很小的两条肉 有一种看鲁鱼有约的感觉 那这道菜呢主要是鱼肉比较软和咸 我觉得它用盐水泡我 因为它肉质不太一样 这边上那个德华参赞 日式爷爷说 这就是我家的味道 然后酱汁酸甜 所以还比较开胃 那第二道菜算是一个重口系 绿色蔬菜和鱼籽酱 鱼籽酱还挺猛的一点 是这个鱼籽酱是瑞士自己产的 一般我们知道鱼籽酱的产地有俄罗斯 中国伊朗包括西班牙等等 那这个瑞士的创新精神上头 这个鱼籽酱也要自己搞 还搞了这个生态养殖 那这个产地它是在瑞士的博尔尼州 叫Frutigan 那吃到最后 它把这个菜泥吃出来之后 应该是豌豆泥 把这个豌豆泥吃到最后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logo叫UNA吧 应该是O-O-N-A这个公司 然后一给你倒酒 就预示着下一道菜要上 那下一道菜是什么 那算是今天的一道主菜之一 是鸽子和野莓 那鸽子肉其实还比较嫩 然后是烤的这个方法 搭配的酒和酸甜野莓 做的一个酱汁 然后肉上剪缀的是这个 一种梅子的肉吧 右边做这个中国元素 这个藕是一个芝士做的脆片 算是中锐的一种融合 然后边上这些鸵鸵就是 像西夏王陵木一样的鸵鸵就是 在欧洲因为纬度比较高 这个梅子的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食材 那刚才一道算是中锐结合的一个菜 但下一道菜就算是纯瑞士的一个美食 这道菜来自于瑞士的沃州 它名字叫马拉科夫炸奶酪 这道菜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很好吃 因为就是你想油炸的又是奶制品 非常香 然后咸味为主 金色脆香 搭配上就边上的土豆泥也好 蔬菜也好 但都是点出来 真的就是你记住了这个奶酪的香味 然后上了甜酒 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吃到甜品了 那甜点呢分两道 先上来应该叫pre-dessert 是一个菠萝脆片的冰激凌 然后下面是奶油的一个泡沫 还稳稳 最下面是一个白巧克力的拌球 拌球里边还放着 应该是腌过的菠萝块和糖浆 就层次感比较丰富 口感也比较丰富 就是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 然后吃这个时候我们就边上聊 说就是菠萝的英文 它怎么读是pan apple呢 还是ananas 不是英文嘛 算是当地语言 然后就到了最后一道题 应该算是煮的一个甜品 最后这个甜品就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搭配 那包括了多种的技法 冰激凌啊 然后果酱啊 还有各种的松露慕斯和巧克力脆 巧克力片吧 这几种东西 你发现它苦味酸味甜味果味 凉的软的可以化的 绵软的酥脆的都有 是非常好吃的一道理 我觉得T3可能大家菜上吃的可能不太习惯 或者怎么样 但是甜品都是最令人期待的一个环节 那整餐吃完最后呢 就是主厨出来跟大家致谢 不对 对 对 大家也向他致谢 然后带着整个这个中锐双方的团队啊 然后跟大家出来说一说 今天怎么样啊 吃的好不好啊 有什么什么问题啊 然后大家鼓鼓掌 然后这一餐就非常美好的结束了 食物其实可以承载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在吃的时候呢 能够多多留意一些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应该还会回到日本大使馆 他的春季交流会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嗯 麻烦关注转发素质三连 谢谢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